今天我們要一起動手做美勞 好 今天要做的 就是像這樣子的一個造型掛飾 事實上我覺得這個掛飾 真的還滿適合 如果你家裡辦party 又或者是剛好一些 慶生慶祝的活動的時候 你就可以把它拿出來 掛在你家的牆壁上 或者是我們把它做大一點 然後掛成一層串 其實拍照起來 還可以拍網美照和夢幻 我們歡迎我們今天手作達人 小芳老師 早安 大家好 小芳老師今天要教大家 一朵一朵一朵的花去拼貼 然後做好之後把它穿成一扇之後 就可以把它掛起來 甚至小芳老師說 我們今天可以示範兩種方式 一種是像這樣子單純去掛 另外一種是有點像是 捕夢王還有一條長長的尾巴 我們先老師介紹今天的材料吧 好 今天的材料是 在家裡都非常方便取得的 好 首先會有西卡紙 奇異筆還有彩色筆 我們作品完成以後 我們會用到剪刀 膠帶 好 線或者是 還需要圓形的容器 我們要來描出圓形的造型 這樣子 對 好 今天的材料事實上 聽很簡單 但難的地方就是你要自己畫 因為你會發現 每一朵花的造型都長得不一樣 然後顏色比較繽紛 今天要做的主題比較協調一點 比較一致性 因為我們每一朵花 其實都長得比較復古一點點 我們要請曉光老師開始動手 比方說圓的要怎麼畫 還有怎麼樣把它剪出 像這樣的花材 花卉的設計要怎麼做 我們開始動手示範 好 其實真的不難 我們今天就是來做點 跟線條的變化 你可以做一點顏色的設計 或者是區隔 這樣就可以變化出非常多種 很美麗的不同的花朵 我們先拿西卡紙 你可以直接畫圓形 或者你可以輔助 輔助工具 然後我們描一下 描出圓形 我先來示範圓形的 好 描下來 那記得喔 在描的時候我們描背面 這樣我們正面白色畫起來 比較不會影響 好 我們剪刀可以先把它剪下來 那圓形的話可以有不同大小 像家裡的杯子啊 像我剛剛用的紙膠袋 或者是你想要做大一點的 那你就可以拿水桶 盤子等等 其實都是家裡現成可用的 那今天這個課程呢 那其實我覺得它完全沒有 所謂的難易度喔 因為小小孩做出來 就是小小孩的感覺 那大孩子做出來 就會有大孩子的精緻度 所以都會有不同的風格這樣子 今天的手繪呢 其實考驗的就是大家 自己動手去做的能力 比方說剛才老師講的 如果說一些小朋友 他可能手繪能力沒有那麼成熟 他畫出來的呢 就會比較的可愛 比較童趣 可是如果是大人在操作的話呢 我可以畫得比較精緻 甚至比較擬真 所以小朋友或大朋友 做出來的感覺就不太一樣 好 那首先我會先來 把這個彩色筆先做一個 顏色的排序 因為我覺得你顏色設計好以後 你在使用的時候 你就可以有顏色的漸層 那我基本上就會分成 暖色系跟 冷色系 對 冷色系這樣 排起來孩子在用的時候 我們幫他排列好 他就可以由淺到深 或由深到淺 那這樣畫起來 其實基本上就有點設計感了 好 那我先畫圓形的部分好了 那我先來找 我們首先在畫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先設計找個圓形 好 圓形畫上去 好 好了以後呢 好 小小孩啊 他今天對於顏色的形 形狀沒有辦法掌握得 這麼齊全的話 但是他很會畫一種線條 叫做龍捲風險 就投心圓的方式 找圈圈 好 當然這麼小的圈圈呢 對小小孩來講 好像沒有辦法滿足它 所以當然就是可以去找 比較大的圈圈 好 因為我在顏色上 是有設計過的 所以呢 它的顏色的漸層畫起來 其實就還怎麼樣 其實就是有感覺了 其實這樣一個 最簡單的圓形 是不是 就是一個造型 就完成了 好 那如果說你要再一點變化 好 那我的邊框 我找一個 不同的顏色 好 我刻意把邊框怎麼樣 描起來 可以嗎 也是OK 對 這樣子 你可以留白邊 那你也可以邊框做 一個不同的顏色 其實這樣至少就有 兩種的做法囉 但謝謝小朋友注意 就是你含色系跟暖色系 在用的時候 盡量不要讓它碰在一起 因為這兩個顏色碰在一起的話 會把永遠的彩色筆的筆頭 會髒掉 它比較容易變成咖啡色黑黑的 好 OK 好啦 這樣就滿美的 這第一個做法 好 圓形 好 那再來呢 比較大的孩子呢 那我們可以做 開始有點設計感喔 我想花朵呢 是小朋友最會的喔 好 那我先找一個圓形 好 最簡單的花朵 好 我們就先來找花瓣 好 那我這花瓣不見得要塗色 我可以先把它的 花瓣的外輪廓先畫出來 看你要畫四瓣 或者是畫五瓣 好 畫出來 那盡量畫大一點 不要畫得好小 我這圓形這麼大 也可以畫得這麼小 好 那好了以後呢 很簡單喔 我們可以 不塗色的方式 我可以是做重複的動作 比如說我再畫一次 我這時候的層次是在往內 好 那我裡面 再畫一個小花瓣是塗色的 好 你看 一朵花就完成了 對 其實就是顏色的搭配 然後有一點造型 如果說你覺得這個圓形 其實滿好看的 你想要保留這個圓形 那你這個邊框 其實是可以塗色的 但是如果說你想要把它剪下來 變成一個花朵 那你這個邊框就可以不要畫 那我這個圓形把它留下來好了 好 那我的邊框呢 這樣子好了 我就再沿著這個花瓣的部分 我留個白邊 再讓它繞個一圈 繞個一圈以後 好 剩下的地方 我就把它塗個底色 這樣就算一個滿漂亮的 可以當作紙牌 好 OK 好 兩個完成 其實沒有想像的複雜對不對 好 那再來我們就來畫花朵囉 好 它就是一個幾何圖形的拼湊結構 圓形不見得一定要塗滿 好 那我接下來我第二層花瓣 讓我可以開始找小圓圈圈 其實你就會去想 我都是圓形 我可以大圓 中圓 小圓 然後我的圓形可以拉長變成橢圓 好 甚至可以延伸一點點做一點造型 或者是愛心型的花瓣 所以光是一個花朵 它就有非常千變萬化的做法 好 我的小圓的外面呢 好 那我再把它包 一個橢圓形的花瓣 你只要順著圓形 那小朋友在畫圖的時候 就是你的紙張呢 就是要旋轉 你會比較好操作 好 你看 其實這樣基本上 這樣也滿美的耶 好 那我覺得不夠精彩的話呢 怎麼樣 我們繼續怎麼樣 可以往外延伸 那你不想要往外 我可以在中心的部分 中心的部分的話可以嗎 也是OK 就第二層 好 好 再來 好 第三層 第三層呢 我要再把這個縫隙的地方把它包起來 哦 比方說你看我們 像是呢 小芳老師他就藉由呢 同一個動作 不同的顏色 去做堆疊 層次感就出來了 對 像老師講的 我可能圓 也可以分時心 空心 橢圓 正圓 然後幾何圖形去做操作 你出來的花朵呢 其實就像這樣 眉朵長得不一樣 可是你細看呢 它是真的是有設計過的 但是呢 把全部秘密麻麻擺在一起遠看的時候呢 整體的風格就出來了 就是是大家去發揮想像力 去拼湊 去繪畫 去手繪出來的 那老師剛才也有說 其實小小朋友跟小朋友畫出來的感覺就不一樣 可能小小朋友畫的就是很多龍捲風啊 很多不斷的圓圓圓打轉打轉 那一般小朋友畫出來的 相對是比較有設計感的 那成人去畫的話 精緻度不用講 一定又更升級 好 那比如說我這個 為什麼這個最後我要再圍一圈花瓣 就是說你不要讓你的邊緣有太多波浪型 那小朋友在用剪刀的時候 他畢竟還是剪直線會比較好剪 如果你波浪呢 曲線過多 對比較小的小朋友在操作上來講會比較複雜 所以我還是把那個縫隙多補一層花瓣 那剪的時候呢 我覺得可以不用剪得這麼精緻 我可以留個白邊 好 留個白邊這樣比較好剪 好 就右往外 那一樣喔 以指就你的剪刀 我的左手是一直去旋轉喔 其實呢 在做這些美勞動作 對孩子來講都真的是蠻好的 手也協調的練習 他們可能有時候習慣用一隻手做事 可是我現在要做比較精細的動作的時候 我是兩隻手都得互相幫忙 左手幫右手 右手幫左手 好 把它剪下來 OK 所以你可能外圍最後一層呢 我們的形狀不要太複雜 小朋友在剪的時候呢 也不會剪到KIGA 或者是剪得不好看 越簡單就越漂亮 對 好 好 那再來我們還可以做什麼變化 好 那我來用別的色系好了 好 好 一樣喔 那我圓形就來畫個 類似龍捲風的感覺 好 再來 好 那我花瓣呢 我這次我不要用圓形或橢圓形 我來把它做成比如說愛心形 愛心形的花瓣 好 那這個當然就是可能中班 大班的小朋友 它對於形狀的掌握是比較協調了 那我們就可以開始做一些變化 因為實際上小朋友可以去觀察大自然的植物 其實花瓣造型真的是非常的多元喔 有時候你看它的花心呢 也都是有很多小小小小的愛心啊 或者是圓形組合成的 所以呢 這個大清世界 很值得小朋友有空的時候 不玩山西可以去觀察一下大自然的植物 我覺得是非常棒的事情 好 這是一個愛心形的畫瓣 你看 小芳老師畫起來並沒有非常的工整 那 就是有一點我覺得 不見的東西一定要非常的整整齊齊 你可以有一點點 有一點我覺得不這麼平整 其實我覺得看起來也還蠻有趣的 好 那我再來我錯開囉 我接下來我再描個愛心 可是呢 我並沒有跟它描得怎麼樣 對得剛剛好 我甚至於有點 挫開 這樣也是一種設計 好 那一樣把它剪下來 那因為這樣子它的邊喔 比較不好剪 比較不好剪 那這個時候大人我想 爸爸媽媽可以稍微做一個協助 小朋友有時候在用剪刀 它不會往裡 剪刀裡面它不會轉彎的時候 你就把剪刀抽出來 從外面剪進去 從外面剪進去 會比它在裡面彎來彎去來得好 因為我們今天如果你要畫愛心的話 可能它的轉角會比較多 所以我們在剪的時候呢 也要稍微小心一點 不要破壞掉我們原本設計好的花瓣形狀 這個是年紀比較大的小朋友 可以試試看變化版的喔 這也是為什麼剛才老師說 其實我們乾脆就可以做一個圓形 圓形的話你就是把它圓剪下來 這是最最最簡單的 那接下來的進階版本就是花瓣形 可能四朵花瓣 五朵花瓣到六朵花瓣 在進階到老師現在在做的是愛心型 所以你會越做越複雜 根據年齡層的不同 你設計出來的花樣的複雜程度 也會越來越進階 好 這是愛心型的花瓣 好 OK 好 其實就是大家有沒有發現 其實就是一些形狀的組合跟變化 它已經延伸出很多的做法了 好 再來那我來畫一朵大補一點的 好 我等一下示範的就是彩色筆 跟這個奇異筆的搭配 有時候不見得是填滿顏色也是美感 有時候適當地留白 描白邊等等也是一種滿好的做法 好 那我來試試看 好 我一樣先找出 原型出來 好 這樣畫瓣小小就很像小雏菊 好 如果你畫一半呢 其實就是側面的小雏菊 對 你整個包起來就是盛開的 所以小朋友其實在畫這個以後 他對於這個花卉的描寫能力就會越來越好 好 再來 最外面這一層 好 比方說剛才老師就說我現在要設計一個可能單純留白的地方比較多 那事實上留白有留白的美 那填充也有填充的美 就是看不一樣的色經出來的感覺不一樣 小朋友這時候你就可以發揮 那老師也說了他現在要結合的是兩種筆 不同性質的筆混合去做一個搭配 OK 好 我們可以單純就是用黑色的奇異筆 因為黑色的奇異筆是非常好找得到的素材 好 我現在就是我這個花其實非常的簡單 好 我一樣喔 我可以把它稍微描一下 那我的這個 比如說我的黑色呢 就適當的做一個搭配 我並沒有都非常整整齊齊的沿著我原來的輪廓線 我就是有一點錯開的感覺 好 那我小花瓣呢 甚至於我也是可以 一樣我用黑色奇異筆直接畫一層小花瓣 我也沒有去看著我原來的花瓣的位置 這樣子 就有一點像插畫的感覺 好 這樣也是一種做法 好 那再來呢 如果說要更進階 我是不是還可以找出 有時候花瓣有紋理啊 我是不是就可以畫出更細節的部分 好 有沒有發現 加上黑色的奇異筆的感覺 跟前面是不是完全不一樣了呢 好 一樣要剪下來喔 所以其實光是彩色筆的用法 我們的塗色的方法 配色的技巧 小朋友在做這件事情啊 其實就可以花不少時間喔 好 那其實有時候一些好玩的概念啊 它並不是說操作一次 我就可以完全理解 所以我覺得像這樣的工作 真的很適合小朋友在平常呢 就是爸爸媽媽不希望他在玩那個3C的時候啊 可以給孩子就是很簡單的工具跟材料 那父母呢可以在旁邊做一點自己的事情 給一點適當的陪伴 小朋友就可以靜下心來 沉浸在一個靜態的工作活動裡面 我覺得這樣對孩子會比較好一些 比較有動靜平衡 好 來 大得圓了 可能這樣看每一朵花是不是都不一樣 那再來呢 我們還可以用彩色奇異筆喔 好 我畫設計給我小 小多一點的 這種畫法就是我們比較常見 就是我畫了輪廓線 然後填色 好 比如說我現在畫一個輪廓線 好 那我這個畫不然 好 我就是圓形了好了 好 就是這樣 最簡單的圓形 因為奇異筆喔 它比較細 所以有時候你真的要畫一些 比較細的部分的話 奇異筆跟彩色筆呢 是真的是可以互相做一個搭配 好 再來囉 我可以用這個筆尖 彩色筆跟奇異筆 都可以用這個動作 我可以用筆尖立起來 好 我現在是線 我們剛剛都是線條的變化對不對 好 我現在是開始加上 圓點的變化 好 我這一個花瓣的外圍 我開始加上很多的圓點黏在排隊 筆一定要立起來 立起來這個圓點黏才會很漂亮 而且小朋友不要急 很快 那你的圓點黏就不見了 好 直直的立起來 好 這樣也是一種裝飾的方法 好 那再來呢 我可以外圍 我再把它往外延伸 往外的延伸 我加個綠色好了 好 往外延伸 往外延伸 好 這樣又是另外一種感覺 那你也可以同時好 我搭配黑色的棋筆 我再做一個黑色的線條可以嗎 也是OK的 所以其實只是兩種單純的素材 它就可以做很多的顏色的變化 好 那這是 就是比較屬於花朵造型 那做完以後呢 小朋友就是可以 看家裡有麻繩或者是線 你就把它串起來 好 串起來 那我就是先擺擺看 那我可以圓形花朵 錯開 好 我就開始可以錯開 好 那我大的放中間 那你可以稍微看一下顏色 好 稍微錯開一下 那這個 好 錯開以後呢 我就把我的線呢 把它擺起來 好 就把它稍微排對一下 好 就把它居中 居中擺 那貼的時候呢 你可以不見得一定要貼中間 你可以錯開啊 可以東西錯開 不見得一定要居中貼 好 比如說我現在找好位置了 好 我們就用膠帶 那你可以留個尾巴 它可以固定在牆壁上等等 如果你今天做很多朵花 你在貼的時候 你可以讓它靠近一點點 那有時候你掛一掛你覺得 欸 我想要交換 交換 我有更好的作品啦 我想要交換 這都是可以隨時可以撕下來 可以重新更替 好 我們把它反過來喔 反過來 你看 就一串 一串花 好 其實我在工作室 我是畫了很多串 然後就一串一串 把它變成一個裝飾的簾子 就在牆面上 那因為這樣我就是 你可以把它打橫的掛 就真的很像可以辦派對的 一個裝飾品 所以它是很多的變化 好 再來呢 我要來講一下延伸版的做法 因為除了圓形 花朵形 其實我覺得也還有一個形狀畫起來 也是滿有趣的喔 就是這個 菱形 好 這個畫起來我覺得它也是 菱形加上這個線條 那因為它的線條的方向性不一樣 所以我們作品的感覺 看起來也會不太一樣 那我們可以拿這個長方形 你可以選擇一個長方形 然後把它對著一半 看你要做單邊還是雙邊 我是做雙面 我現在這是雙面的 然後我要怎麼樣剪出 稍微比較好看一點的菱形 你就是可以在這個長邊跟短邊 都各點上一個中心點 你先做一個記號 好 那你想畫線也可以 或者是你想用剪刀直接剪 可是要注意一下 因為我這個菱形 我是中間有一個洞穿過去 所以我這個開口的地方 我這個開口的地方 我要留個位置 所以我等一下剪刀剪過去的時候 我這個洞不要剪掉 剪掉的話 你就是變成兩個分開的菱形 好 我這樣剪過去 好 我剪到這個範圍 因為我們也要選那個紙 紙張度比較厚一點 又要留洞穿洞過去對不對 對 所以我是用西卡紙 這書局都買得到 好 把它打開來 你看 打開來這樣子 好 那如果要穿洞的話 你可以用磚子 磚一個洞 或者是用剪刀 剪一個小小的三角形 打開 就可以穿洞 好 它翻過來 好 那因為我是想要把線藏在裡面 所以我是示範一個這樣子的變化板 好 那我來講一下這個菱形 因為菱形真的有很多的畫法 我這四個菱形其實畫起來都不太一樣 好 像這個呢 我是由外往內畫 好 我稍微介紹一下 因為可能有可能講不完 好 我這個是由外往內畫 好 往內畫 那我這個是由內往外畫 我們大部分都習習慣由內往外畫 所以像這個是點 方色狀的線條 外框 那像這個就滿有趣 我這邊是找一個邊框 然後同一個方向去放色狀 就有點像鑽石的感覺 好 其實這個是 我有一點跟纏繞畫做一個結合 所以其實它就是一個線條的設計 那你有方向性的線條 再加上顏色的變化 就會有非常多視覺上不同的感覺 所以其實我覺得菱形畫起來 真的還滿美的 所以也推薦給小朋友 可以試試看 嗯 事實上呢 可能菱形的話 你就會被它的框條稍微限制住 因為你就是在這個菱形的範圍當中做畫 那今天老師示範的是花朵 那花朵的話呢 相對你可以發揮的部分就比較多 比方說呢 你看這一副成品當中呢 有一些花繪呢 留外的地方特別多 那有一些花繪特別描邊 有一些花繪呢 做滿滿的填充 還有一些呢 乾脆就是一個圓形 所以呢 如果你不是做菱形或正方形 具體形狀的話 你用一個花朵 你可以變出各式各樣的造型 像是真的是有四個花板的 也有像這樣子圓的 圓圓的一個深色系列的 所以呢今天要做的呢 事實上呢 乍看好像有點波西米亞風的感覺 那把它全部排列起來呢 其實會有一種新的氣象 然後呢 像剛才老師講 它工作室是掛了很多串 那你可以把它當作是門簾啊 你一撥開人探出來 然後把它密集的時候呢 就各式各樣的串吊在上面 你可以在上面中間綁一些小鈴鐺 然後當一個風鈴 或者是補夢王的概念 其實就是今天呢 曉芳老師要教大家自己手繪 創作出獨一無二 屬於你自己的美老作品 好 我們今天要謝謝曉芳老師 今天呢 直接教大家畫不一樣的線條 結合圖形的組合 謝謝曉芳老師 謝謝大家 謝謝試試看囉 嗯 請在家部方也一起動手 試試看得得快樂鞋頭 我們下回見 掰掰